正当欧洲爆发难民潮之际 身在马来西亚的缅甸难民 在联合国难民署和慈祭的安排之下 有幸参访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超过5000只各品种的动物 是孩子学习和认识动物最好的地方 这是联合国难民署和慈祭 自2008年合作专案起跑以来 户外建学是必备的教育内容之一 补充课本上没有的生活知识 让我们知道难民学校还是很渴难的 能够真正试试去看到这些动物 是很少的 所以我们借助这些机会 一方面给他们看真实的动物 一方面就可以知道 马来西亚其实我们还有一群 很爱护他们的人 有50位联合国技词技教育中心的老师 和职工带动 360位难民学生 对眼前活生生的动物 无不感到兴起万分 走出空间有限的教室 打开的是对世界无穷尽的探索求知语 其实你能学习科学 学习科学是很重要的语言 至少他们会看到 人物的面对面 难民学生在马来西亚 无法接受正规教育 但联合国语辞 让他们也能享有 一般学童应有的学习机会 和掌握知识的权利 所以我们联合国难民所和我们直接就合作和办了这个学校 希望他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 还没有真正移民到其他国家成为正式的公民的时候 也能够在他们幼小的心里面种下一个小小的种子 然后得到这些知识以后 他们可以帮助任何的更多的人 这群孩子无法选择出生在什么环境 但是在他们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成人 只要赋予多一些怜悯、关怀和爱心 他们的未来会是彩色的 来新闻林里林伟德 马来西亚基隆坡报导